HELLO 大家好 我是芒果 歡迎來到芒果的開包小教室 那我們今天來開這個日版最新彈的11B 那非常觀眾矚目期待的就是 很多人想要看到裡面這個新的版本 看一下新的版本 CHR 有看到 這個左下角有個CHR的版本 有看到 CHR 那CHR就是一個訓練家配上個波加曼 就是他的寶可夢的這個系列的CHR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酷 那他裡面的配率如何呢 我們馬上拆開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啦 各位看到這個封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啦 那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那種 之前舊的人物的訓練家 為什麼沒有對焦啊 看一下 好啦 這裡面有莉莉愛的 莉莉愛的 她叫什麼 莉莉愛的權力是不是 然後N的覺悟吧 好像是吧 然後小智的 沒關係 反正就這樣子 對不起芒果沒做功課 那我們先 就是裡面的怪物 啊 我不想啦 反正就拆開給你們看嘛 你自己看啦 蘿莉扒說 來吧 我們先看好不好 因為裡面東西非常非常酷 所以我覺得 讓你們輕一點看到就好了好不好 來 首先看到小光 小光配上這個艾露雷朵 艾露雷朵 對 然後這個就是CHR 有沒有看到 CHR 好酷喔 超帥的 那這個其實不貴啦 因為好像一盒裡面印象中是三張 所以說 我們來看看三張可以開到什麼東西 那目前最好的應該就是阿賽羅拉 阿賽羅拉不錯 價格還不錯 好 恩德覺悟啦 恩德覺悟看到 那她的話是丟掉自己牌組上面的六張牌 丟到墓地 那有任何的基本能量的話 可以衝到一隻龍系的寶可夢身上 好 恩德覺悟非常的nice 那我們當然希望抽到人物全土嘛 對不對 好 那一樣這個他們日版的話 一樣三十包 三十包 那必定保底會有一張全圖 一定有去當全圖 好 沒關係 那我就馬上來看看 今天會開到什麼東西吧 呼嚇 這什麼東西啊 好 雷秋 好 我們先把那個CHR放旁邊 好不好 那其他東西的話 就再來慢慢整理 好 欸 那給各位看一下剛剛人家抽到的 有沒有看到 超帥 名醫 名醫 人物全圖 這個很酷喔 呃 被對手殺死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這張 直接從牌組拿一張寶可夢 一張能量跟一張 欸 什麼 一張圈的卡是不是 對 那個到手上 我就這個名醫 超猛的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就不理他 先放旁邊 還有這個看一下 全圖的n 齁 這個tag team n加上那個傑克羅姆跟萊希拉姆的tag team 全圖的喔 所以雷射的話就是直接變這個圖案 直接變雷射的 有看到 哇 超帥 帥爆 齁 他陪我們開包 好不好 陪我們開包 繼續 那這CHR畫 那剛剛我聽來講說一個CA 一盒裡面會有三張CHR 那我們就來看下去會有什麼東西好了 吊桿來 各位看一下吼 吊桿的話他現在跟之前 他不是復刻喔 他是新的吼 他從木地撿一個寶可夢 跟一個能量直接洗回去你的牌組裡面 洗回去喔 洗回去 所以我覺得還行啦 應該是吧 對啦 寶可夢跟能量是不是 印象中是這樣子 有錯請糾正 OK 好 那繼續 欸 第一包就CHR了咧 欸 沒關係 我覺得人物 我跟你講 除了CHR之外吼 他還會有一樣 跟之前的配率是一樣的吼 基本上都會有四到五張 四到五張 喔 抱歉吼 講錯了 是 裝備卡 裝備卡 注意 是裝備卡跟寶可夢 洗回去牌組 對不起 我講錯了 好 裝備卡 那裝備卡的話去看看有沒有有用囉 好 大 鋼 蛇 這個就不理他 我們現在目標還是一樣 半圖好不好 半圖 跟全圖 唉 好刺激喔 好刺激喔 來吧 利利愛的全力來看一下 這個非常酷齁 從牌組上面抽四張牌 那你如果為回合結束的時候 你如果手牌有超過三張牌 包含三張以上的話 你要把手牌全部丟掉剩下兩張為止 兩張為止 說說的是洗回牌組啦 注意 三雜 洗回牌組 洗回牌組 所以說手牌一定會只會剩下兩張 好不好 那其實這張說真的 沒有到很好用 但是可以搭配新的那個日月神 懂嗎 好 利利愛的全力 那就這樣子吧 那繼續吧 那我們這次人物全圖 比較貴的就是 利利愛跟恩而已 就這兩張而已 所以我們全圖的話 盡量看看能不能抽到人物卡 也是不錯的選擇啦 那 那個CHR的話呢 就是見仁見智啦 因為很多人就是 喜歡的類型不同 來各位 噔噔噔噔噔 喔 來利利愛跟她的那個 日月神好夥伴 take a team 來第一招打230T 下回合不能使用這個招式 那她的巨殺就是打200T 如果你這回合有使用過這個 利利愛的全力的話 你下回合可以阻擋對手所有的攻擊 以及攻擊附加效果 是你自己場上所有的寶可夢喔 有沒有感覺非常非常酷 好 那我們先開 首先開到一張take team 不錯 還不錯 OK 那來繼續吧 我們看下一包 我覺得日版比較不好開耶 欸 各位 我覺得好像不是take team嘛對不對 嗯 這是意圖還是半圖啊 這是意圖還是半圖 SR 這是SR喔 還蠻漂亮的啊 好 那開到SR霸王花跟麗佳 這張就不算CHR齁 這個就是普通的全圖SR 有沒有看到SR 各位看到她的特性喔 她特性是 一回合一試 然後把全場的HP補30D 所以說你如果被鋪傷的話 這個特性就非常非常好用 來第一招看一下 打180D 如果自己身上有傷害指示物的話 有10D就少10 你懂嗎 所以說我身上如果扣了100D的話 代表說我只能打80D 特別注意一下好不好 那巨殺就是打50D 那對手會呈現中毒 呃 燒傷以及麻痺的狀態 好 全圖的霸王花以及麗佳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啦 nice 好 那希望 希望我們等一下還是可以開到那個 噴火龍好不好 take a team 噴火龍 欸不對 說錯 不是噴火龍啦 那個萊希拉姆和捷克羅姆 take a team 好不好 好 那如果有開到什麼比較好 欸 比較有用的卡 再跟各位講好了好不好 來看一下 嗯 來N的覺悟又一張 來吧 速度 開快點 這什麼東西 欸 這個好像蠻酷的欸 好 各位看到這張三合一石怪齁 現在日本好像蠻多人放的 它就是如果你進化之後 可以使用它的特性 直接丟到墓地齁 那對手會撿一張獎勵卡 那拿完獎勵卡之後 你可以從牌組拿三張人物卡到手上 注意三張人物卡齁 所以這時候拿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就是拿你的馬制式以及你接下來 需要使用的combo的人物卡 這樣懂不懂 所以三個石怪我覺得以後會變成 非常非常通用的卡片 好 NICE 接下來介紹這一張霍米家齁 霍米家 來 丟掉手牌齁 除了GX1X以外的寶可夢齁 所以說你只能丟小牌 這樣懂嗎 丟小牌如果你丟一張的話 可以抽三張 那你丟兩張就抽六張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可能是以後的 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綠牌的手段 所以我覺得這張OK好不好 非常的好 好 先放著 來 接下來繼續開 那我們的目標應該還是我們的Take Team 那現在就無欲無求一下 哇 這個太酷了 剛剛講過了對不對 欸 有嗎 剛剛全圖人物不見了 好 反正是講過了對不對 死掉的話會抽三張 就拿三張嘛 自己挑三張 來 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喔 N的覺悟 N的覺悟這麼好抽喔 所以N的覺悟 基本上就是搭配我們的那個Take Team 那個黑白龍 黑白龍Take Team 黑白龍 等一下應該是會 喔 出現了 來 第二個CHR 非常可愛的這個 這它是水箭隊的是不是 我忘記了 好 配上這個馬鈕啦 超級可愛的啦 那因為招式我沒有記啦 好不好 招式我沒有記 為什麼都對不到膠喔 這手機奇怪 買那麼貴 竟然對不到膠 真的莫名其妙欸 好討厭喔 欸 所以不是玩網美的手勢這樣子 對啦 這樣才對得到膠 看到了嗎 超漂亮 有沒有看到 Nice 好 先放著 欸 這樣我學會了 以後網美的手勢 就有這道膠了 來 繼續 那其他小怪我就先不講了 因為芒果沒有做功課 對不起 你們先看一下CHR好不好 我們這次來看可愛的CHR 是什麼東西 喔 艾露雷奪 好 那這個東西是 你如果這回合有用 來 網美手勢開啟 來 如果你這回合有用那個 需要骰硬幣的 不管是攻擊招式 或者是道具人物卡的話 你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直接指定你選擇的 這個正面或反面 那懂不懂 所以這個就 戰術性搭配啦 我覺得還不錯 OK 好啦 那再來就繼續開吧 好像已經快一半 好像超過一半了 剩一半了是不是 好啦 不過我們那個 這個才出了兩張而已 所以應該還有兩張 對不對 還有兩張 加油加油加油 還有兩張 嘿咻嘿咻 看一下什麼東西 嗯 這是什麼 什麼什麼地鼠啊 龍頭地鼠對不對 欸龍頭地鼠 到底是鬥戲還是鋼戲啊 你們知道嗎 來看一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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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些應該都講過了 沒有問題 來 繼續吧 呃 嘿咻嘿咻 來 好像有東西 欸咻 哇 糟糕了 喔 又是霸王花 哎呀 剛剛講過就不講了 好不好 我覺得 嘖 糟糕了 糗了 我覺得糗了 我會被殺吧 因為我是幫人家開箱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會被殺 一個H啦 一個S啦 好啦 來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這張的效果 橘老大 橘老大 丟掉牌組上面七張牌齁 七張牌 那如果任何的道具卡 注意是道具卡齁 直接拿到手上 嗯 賭運劑啦 我覺得勉勉強強啦 不到難用啦 好不好 也是可以啦 好 那這一彈的話 我是覺得東西還不錯多 那這些東西是出在美版的SM12齁 注意一下SM12 好 看一下 好 這些應該都講過了 就不講啦 來 繼續吧 我們現在還有一張CH啊 還有一張阿之類的 嘿咻 不是 快沒了 剛剛好啊 CH啊 拜託啦 來個厲害一點好不好 真的來個厲害一點的 不要這樣子 這盒就這樣過了嗎 嘿咻 龍頭地數 龍顏蝸牛 啊 雖然是別人的 可是我還是要保持著心無雜念啦 真的這樣覺得 是不是 欸 有了 哇 糟糕 居然變黑白龍 啊 這個銀半GX喔 嗯 配哥哥 好吧 啊 那他的特性 就跟之前的章魚桶一樣齁 一回一次把手牌補滿五張 所以我覺得這個特性還不錯用 好不好 這特性還不錯用 哎呦 糟糕了糟糕了 我覺得我會被殺欸 糟糕了 這開得非常的鳥毛 真的有點鳥毛 好 來吧 我們再來看 好 莉莉愛的全力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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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繼續往下看 來 各位看一下 他有雙屬性喔 他有雙屬性 他是等於超跟鬥屬性 這樣懂不懂 超酷的 但有人就會說 欸 芒果 那如果他超跟鬥屬性 打在索羅身上 要怎麼算 我告訴你 先看弱點再看抵抗力 好不好 先看弱點 所以一樣120打下去變240 240-20變220 一樣可以殺索羅雅克 這樣懂了嗎 好 那不過索羅雅克美版退了 就不理他了好不好 那就只能看日版啦 日版的話 應該也沒有人會玩艾陸雷朵吧 我覺得啦 來 繼續吧 我們現在應該是還有一張CHR啦 對不對 還有一張CHR 哇 糟糕了 我覺得尷尬 這一盒非常的 欸 可是不是我挑的啊 好 出來了 我們的小瓷怪跟馬志士 小瓷怪馬志 欸 我覺得蠻多人喜歡這張的啊 因為這樣可愛 超可愛的 看到 CHR 超可愛 好 好 我們的東西應該都出來了 應該是不會再有一張啦 如果再有一張真的謝天謝地了 不然這盒真的爛到爆炸 OK 玩鬼又回到非洲了嗎 非洲歡迎你回來 好 三張CHR出來了 那我們四張這個半圖以上的也都出來了 那剩下的卡包剩兩包 我是覺得應該是沒有東西的啦 來吧 我們繼續開下去 嗯 應該是沒有東西了啦 三合一石怪 這個應該以後就是變主流啦 我覺得 可以拿東西用 真的蠻好用的 你只要一落後 有三個石怪 基本上你的combo就全部 蹦蹦蹦蹦蹦 跳出來了 我覺得還不錯 來吧 嗯 好啦 沒東西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日版 11B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 因為這盒真的太爛了 所以我決定 我要再拍一部 尬齁 我們來尬11B的影片 因為這是11B 我覺得東西太屌了 好不好 我們來尬一下影片 我們看要尬個兩盒三盒都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就 介紹到這裡11B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